近些年来,偶像剧、古装剧层出不穷,虽然符合了年轻人的审美,但对于中年人来说,却是很乏味。 说起来,家庭狗血剧才是老少皆宜的作品,也只有家庭剧才能让一家几口坐在沙发上便看便吐槽。 在一般家庭剧中,除了恶毒女配外,恶毒婆婆也是剧情标配,特别是那句经典台词,给你一百万离开我儿子也被众多网友玩坏了。 而说起恶毒婆婆代表人物,就不得不提一下夏台凤。 听到这个名字,可能大部分观众都很陌生,但一看到她的脸,相信都会有一种原来是她这种感叹。 在《回家的诱惑》、《百万新娘》、《真爱诺言》等现代家庭伦理剧中,夏台凤的恶毒婆婆可以说是让人又爱又恨, 爱的是只有夏台凤能演出这种豪门恶毒气场,恨的是她总是男女主携手路上的绊脚石。 和恶毒婆婆不同,年轻时期的夏台凤可以说是多才多艺。 1949年,夏台凤出生在一个充满机会的年代。 出生在台湾台北的夏台凤是一位美籍华裔,她的到来为家里带来了无尽的喜悦。 俗话说,望子成龙,望女成凤。 为了能够让夏台凤有一个光辉的人生,父母为她取名为台凤,希望能活成台湾无可替代的凤凰。 夏台凤继承了家族的外貌基因,是同代人中少有的美人胚子,在父母的培养下,她从小多才多艺。 进入中学时,夏台凤已经是学校合唱团的成员。 1966年,夏台凤17岁,正值青春年少。 当时台湾电视台正在举办全国第一届歌唱比赛,在几千人甚至几万人的参赛人中。 夏台凤的资历几乎是最小的,可她丝毫没有畏惧。 经过几轮的反复筛选,夏台凤始终没有被淘汰,站在舞台上的她格外自信。 且拥有一定的实力,也正是因为这样,她的歌声打动了观众和评委,取得了最后的胜利。 自此,她的心路开始打开。 凭借着在台湾电视歌唱比赛中的优异表现,夏台凤成功签约经纪公司,成为了台湾娱乐圈的一名新人演员。 在公司的包装下,夏台凤很快获得了在娱乐圈展露头角。 如今娱乐圈的明星都说唱而优则演,参加男团女团选拔也是一种踏板。 为了朝演员这一方向走,可夏台凤那个时期,唱片行业还很火热,本以为她在成名后会持续出唱片,却没想到,夏台凤跑去演戏了。 成名童年,夏台凤在众多邀约中挑中了参演电视剧《百万新娘》,同时演唱主题曲。 当时的电影还很时髦,没有如今这么多,这场电影首秀带给了夏台凤极大的人气,直接将它推向了港台乃至东南亚地区。 幸运阵望,夏台凤也尝到了演戏的快乐与好处,于是接连不断地开始尝试新的剧情。 如果说《百万新娘》让大众知道了它的存在,那么在1972年播出的歌剧《魅影》则把夏台凤推向了至高点。 当时夏台凤才23岁,却凭借这部电影获得了《亚太影展》《最有钱图新人奖》和《台湾金马奖》《最佳女配角》两个奖项。 之后几年里,她又接连出演了《星期天不放假》、《我心深处》、《杨贵妃》等电影电视剧。 不管是人气、金钱都达到了最佳的状态。 随着名气的不断提高,夏台凤成为了千万宅男的梦中情人,追求夏台凤的人络绎不绝,还排起了长队。 在夏台凤的众多追求者中,有一个名叫邹森的人格外引人注目。 彼时的邹森已经名震台湾演艺圈,他不仅在演艺圈拥有多部家喻户晓的代表作,还在歌坛享有一定的威望。 从见到夏台凤的第一眼起,邹森就主动放下身段与他结交,邹森的亲切温柔让他难以抵抗。 经过一段时间的了解,他们便坠入爱河,确定了恋爱关系。 为了和邹森在一起,夏台凤放弃了自己蒸蒸日上的事业。 25岁时,夏台凤宣布暂退演艺圈前往洛杉矶与邹森玩婚。 消息一出,震惊了整个台湾演艺界。 大家都没有想到,夏台凤竟然会为了一个男人放弃自己唾手可得的成功。 虽然亲朋好友对夏台凤百般劝阻,但夏台凤依旧没有听进去。 抵达洛杉矶后,夏台凤便与邹森办理了结婚手续。 他们度过了一段幸福的时光,但幸福没有持续多久,邹森的身体就垮掉了。 在婚检中,邹森查出患上了直肠癌需要进行手术。 身处异国他乡的夏台凤无依无靠,只能一人担起家庭的重担照顾病重的邹森。 邹森手术后没多久,意外再次降临到夏台凤的身上,他怀孕了。 为了照顾邹森,夏台凤不顾自己的身体,一个人挺着大肚子奔波在家和医院中间。 在夏台凤的看顾下,邹森的身体有所好转,儿子邹少官也顺利出生。 夏台凤本以为上天会开始善待他,但造化弄人,同时而来的还有婚姻的裂缝。 年轻时候的爱情是感天动地的,但婚后的柴米油盐也打破了很多天真。 两人在这段感情中渐渐没有了激情,他很快发现了邹森的真面目。 夏台凤本以为邹森是背着他找女人,结果邹森整天和男人私混在一起。 朋友不忍看夏台凤生活在谎言中,直接告诉了夏台凤真相。 原来,邹森是一名双性恋,结婚以后经常背着他找男人。 残酷的现实让夏台凤感到无比痛心,他难以接受深爱他的邹森竟然是一个这样的人。 备受打击的夏台凤主动提出了离婚,离开了这个婚姻的牢笼。 世界是公平的,失去的会以另一种方式回来。 不忘初心的人,最终会得到生命馈赠的礼物。 离婚后的夏台凤没有放纵自己,他不拿失败的婚姻当伤疤,从来不哭诉不公。 反而更加热爱生活,注重投资自己。 不久后,他在一次聚会上结识了一位比自己小的男士。 这个男士气质不凡,谈吐优雅,这些特质吸引了夏台凤。 他从失败中总结经验,没有一头扎进爱情里。 因此,两人的接触缓慢而浪漫。 他清醒地认识到必须要了解一个人在做决定。 从相处方式到生活环境,这位男士给他带来的是从未有的安全感。 此人与众不同道,让他这个经历过婚姻残酷的人依然选择走近他。 他就是夏台凤的二婚丈夫和平男。 两人婚后约定不生孩子,未来只有邹少官一个孩子。 试问,有多少男人能做到呢? 定居国外多年,难免思乡。 2004年,夫妻两人商量后决定启程回国,并在上海定居。 虽然吸引多年,但夏台凤的名声依旧有众多导演技的。 付出没多久,夏台凤便获得了许多优质资源。 夏台凤先后参演了《少女小鱼》、《真爱之百万新娘》等多部爆款作品。 许多导演都十分期待他能参演自己的作品。 在闲暇之余,夏台凤会竭尽全力陪伴儿子成长。 在夏台凤的培养下,邹少官不仅懂事听话,还像他一样步入了演艺圈拍摄了许多作品。 邹少官曾主演过《古惑仔六就想赖着你》等,和妈妈一样热爱演戏。 只可惜,由于作品反响平平,邹少官的演艺事业没有持续多久就戛然而止。 退圈后,邹少官转身投入餐饮行业开店。 当夏台凤的生活步入稳定期时,上天再次和他开起了玩笑,在夏台凤66岁时,邹少官不幸患上了胃癌。 尽管夏台凤陪儿子四处遍访明医,儿子依旧告别人事。 白发人送黑发人的痛不是一般人能承受的,送走了唯一的儿子后,夏台凤又接二连三地受打击。 他的亲哥哥与婆婆都相继去世,他几乎是一夜白头,整个人憔悴不堪。 邹少官的离去彻底把夏台凤击垮了,他整日大门不出,二门不迈,抱着邹少官的遗物痛哭。 为了纪念邹少官,夏台凤把儿子与他的过往当故事写成了书。 在《书相遇就是重逢》中,他把自己的一生,点点滴滴都用文字记录下来。 人与人的相遇,都是为了重逢。 那么写一遍,等于和自己和儿子再重逢。 夏台凤用最质朴的文字诉说着自己的一生。 怀念着邹少官。 在亲人的陪伴下,夏台凤才走出了低谷,他也变得更加乐观坚强。 人生起起伏伏,当夏台凤以为自己事业爱情双丰收时,年近半百,经历丧子之痛。 这让夏台凤在一夜之间苍老了许多,之后又淡出荧幕多年。 当人们再一次看到夏台凤,则是在一些义卖活动以及救助儿童的新闻中。 他的社交账号中也是更多地开始分享日常和生活感悟,眼里更多的的则是平和。 不久之前,夏台凤晒出自己去赶集买年货的视频,还祝大家小年快乐,所求都如愿。 近年来,他淡出了荧幕,却并没有完全隐退,而是将重心放在自媒体上。 学年轻人拍摄短视频,尝试直播带货等,日子过得很充实。 此次夏台凤独自一人在台北迪化街的年货大街上购物,他其实已经年过古稀了,但逛街的时候还是绘画精致的妆容,精心打扮一番。 夏台凤脸上的皱纹并不算多,皮肤依旧很紧致,身材还是保持得很好,大长腿格外抢劲。 他也没有弯腰驼背的迹象,气质超裙,穿衣打扮也很显年轻。 举着手机拍视频时,还能逻辑清晰地说话,声音中气十足,可见他的身体很硬朗。 台北的年货大街上十分热闹,有各式各样的春联、糖果等,年味十足。 夏台凤和很多平民百姓一样,逛着路边摊挑选心仪的商品,为过年做准备。 若是仅看夏台凤现在的状态,根本想不到过去那几年他经历了多少苦难与折磨, 毕竟他总是将乐观积极的一面展现给大家。 在生离死别面前,夏台凤没有低头,他一直坚持与命运斗争,历经风雨的洗礼,他成为了自己的超级英雄。 如今,年过半百的夏台凤已经活得越来越洒脱,他时常会接戏拍戏。 希望这位历经风霜的女人能够被上天温柔以待,让我们一起祝福夏台凤余生幸福。 请不吝 Is Unt